- 想不想一次過去泰國各地的游泳店呢? 位於萬福附近的古城77庫絕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空鐵新線未開通之前 古城77庫其實交通不算太方便 新線開通之後搭空鐵去到車站再轉長條車 我想轉幾分鐘車程就可以到達了 可能因為大家去泰國主要是逛街吃東西 看古蹟這些就相對少些 這個景點其實對遊客來說 都還未是一個別門的景點 但其實它都很大歷史的了 這個門票我預先在希律島預訂的 還有連一個午餐 當然是比現場買會便宜一點 雖然它裏面的佈置大部分都是會縮身 但它絕對不是一般的小人 有些是3比1 有些是2比1 有些甚至是1比1這樣顯示出來的 基本上它全部所有的景點 都是可以走進去參觀的 因為我預訂那個中文的出途車 就未夠鐘 那我先走去附近的一個市集 看一看 都有藥乾商店店可以逛一逛的 但商品一般般出人 另外你也可以買東西喝 那些都有的 那我在附近走了一會 再拍照 那我就回去搭車的地方 預備上車 在古城77府參觀的方式 主要可以分為4種 有踩單車 有搭這個shuttle 車 就是我參觀的方式 有走路 也都可以有車牌的話 就駕駛他們的 類似哥爾夫球車之類的車 我個人來說 其實我是比較建議 踩單車的 但無奈 我的旅館就不懂得踩 所以我都迫於無奈 要乘搭shuttle 車 踩單車的好處 就可以因應自己想停留的地方 停留 就不用讓那個shuttle 車 規限住你要去哪 但當然也有不好處 就是要在炎熱的天氣下 就踩著單車 那這個就要你自己去取車了 而駕駛車 也都未必各有車牌 未必各個可以做到 各種的方法都各有優點 但相對我最不推介走路 因為那個範圍都真的挺大的 因為走路都真的好遠 而搭他那個shuttle 車 好處就是他會幫你安排完路線 但是不好處就要跟著他的路線走 當然用這種方法 你就可以應該大部分 主要的地方 主要的景點 你都可以看到的 古城七十七庫 其實是按著泰國地圖 將景點放回在原本位置 約望的地方 去那天 就正好也應該有 起碼一間學校去參觀 整個地方都是學生 好 開始旅程 但是出師不來 我們的車去到 差不多去到第一個停站 壞了 到這裏 跟我上下車去參觀 bijvoorbeeld 看來見 1 recycling 1 1 2 2 1 1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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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